大家好 今天是5月31日 星期四 不好意思 這段影片 都是比較早錄的 因為今天 下午 會比較忙碌 所以現在 2點多 3點左右 錄了拍攝 看不到 看不到MSCI這段影片之後再分析 不過可能明天再跟大家講詳細一點 不過今天的市況有個反彈 都合理的 記不記得昨天的時間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歐洲 和中美貿易戰這些因素 我真的覺得歐洲那邊的情況 是未至於醞釀一個很大的危機 以及昨天的下跌 我真的覺得 大家是過分擔憂 又或者 有些大戶的手法 我只可以這樣說 因為 如果大家把這件事 再細心一點去分析 又真的不太擔心 除非你真的覺得 意大利 真的會去到有一刻 真的會去到 爆波這些情況 如果不是 真的不需要過分擔心 但是市場的波動性是會有的 即是你預計了 在打牛的時間 當歐洲有這些比較上負面的消息 中美貿易戰 以及落地方面 落地很多企業 現在經常說 開始違約 即是這些消息 會困擾整個大市的行情 所以你預計了市況 即是6月份 即是5月份 如無以外 都是下跌收場的 不過跌幅就不算太多 6月份 一定預計了難玩 還有一個因素 就是美國加息這個因素 即是你預計了6月份的市況 應該會頗糟糟糕 是的 因為太多大家暫時意料不到的情況 特別是特朗普 特朗普這一下 就是大家很難如故 所以變成一個大市 現在你當它三萬年左右 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心理關口 即是可能有一些比較大的支持 但是你預計了 可能有機會回一圈 接著又上來 出現這些情況 還有大市要升上去 看看 即是關鍵之一 都是希望騰訊 到今天之後 希望會有些比較好的表現 大家可能有今早早 有些留言 都說騰訊 怕他今天的時間 會跌下去 即是350元 這位 其實大家有時候 那些文章 大家要明白 就是他會有什麼動機 6月1日 是內地的兒童節 即是6月1兒童節 每逢你這個日子 這段時間 可能會有些官媒 出來寫一些文章 可能關於這個節日 他今次又說一些 叫做手遊 即是說是荼毒青少年 年輕人這些 但我的疑問就是 其實你想回頭 很多地區 即是 這些遊戲 全球都有人玩 那為什麼 只有中國 會有這麼多出事的情況呢 而且這些遊戲 除非一刀切 即是全部的遊戲 不讓你玩 如果不是 甚至乎 你這樣說的話 打麻將這些 都是有機會 會令人沉迷的 對不對 所以你說 那些論點 其實不是很足夠的 他都提到 可能騰訊做過一些事情 之前的時間 做了很多 可能來說一些 保育力功夫 例如說 可能限制一些人玩的時間 但是 又 他覺得效果不好 好像怪責騰訊 是要不夠力去做的 但問題是 你怎樣限制呢 其實很多地方 其實你看這些文章 我看完之後 都不淡笑 還有 其實內文都說 在1000字內 1000字左右 不是算內 100012字左右 它裡面的論點 又不是真的 它是針對性的 你可以說 騰訊這類的 十五號公司 是被針對的 真的 但是騰訊作為 內地的龍頭 你說到實話 你說到實話 例子 實關他事 所以這篇文章 我真的不覺得 是很大的影響 所以希望騰訊 真的希望在這次MSCI 調整完之後 希望可以重拾股王的強勢 再講其他事情 先講大家的問題 1093社會的集團 你說現在是否可以買呢 其實你說買 我又不會阻礙你 只不過是我個人覺得 我看開這間公司這麼久 我個人覺得 現在的股證 真的不算吸引 就是這件事 因為你看到它已經升了很多上來 還有增速不是說不好 也很快 但是股價走得太快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 還追不追 我個人建議 就不建議大家追 雖然股價 也比較短一點 你看到它 今天就升上去 又不差 但是這些位置 我會覺得不直撥 這樣 有朋友說 其實大市 就是這個市場 下落去 你最主要講資金的輪動 這個是對的 因為你可以說 當你 這個股票 每個程度上 是一個供求的遊戲 當你的需求量 越大的時候 股價自自然然 就升上去 即是一個 設備和供應的道理 但是一間公司 你可以以正常的例子 一間大公司 你要買的話 最主要一定是 比如說 公司的業式 基本面 是比較強的 那些人才願意出一個 價錢買它 甚至可以出一個 日價去買它 這個是最根本的情況 所以你可以說 沒錯 一些細價股 沒錯 是資金主導 就好像 來致方面 一窩蜂買 一些股份的時間 炒上去 但是這個現象 通常是不能夠持續很久 而且 你可以說到最終 一定會爆破 這樣 所以希望能解決到 你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完全覺得是對的 沒錯 不過是有那個 因果的關係 是的 騰訊剛剛答了 我覺得 如果有305元 這個機會 我會再加注 另外 封業教育 就是教育 今天再升上去 因為 之前好像 印象中 它有一些拆細的消息 通常拆細之前 有些股份 都一定會炒作上去 但是這個股份 其實波動性 都會很大 你也是要小心一點 對於它 我沒有太大意見 你說炒短線的 教育股都是當炒的 估值上 都是貴 但比若股便宜一點 所以你多次去部署 又不出奇 另外 一號仔 加不加碼 我又不建議你加碼 如果要加碼的話 反而考慮一隻 長實集團 一、一、三會比較好 其實你可以說 這麼多間企業 即場和系 我想這兩個因素 大家現在是要關注的 第一 就是新管理層 叫做接手之後 正式上任之後 他們的部署策略 或者法典策略 有沒有什麼大改變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歐元的匯價 你見歐元的匯價 今天要找一些 這些的辦法 立刻上來 但是一號仔 有沒有很大的衝勁呢 我寧願賭借1113 他錢多 有比較多的部署 可以想得到 所以你想加碼的話 不建議 買1113會比較好 另外又是買一號建議 其實為什麼有時候不說我價 或者不說我什麼目標價 紙攝位 你見到我 就算我平時做節目 都不是太多說的 都可能說目標 因為好幾個股份 我會覺得 目標價是OK的 真的OK的 但是你說很差 其實不是積股 甚至乎 為何要頂一些紙攝位 其實沒有 可能你賺錢 你不可能頂一個紙攝位 還有有時候炒股 你哪有得說 好像現在的半身股 你的目標價 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它的價格 有時候都是 已經跟基本面 完全脫離 掛不掛 所以就變成 你說有時候 那間公司好的 就保持住 你覺得是賺夠的 就走貨 其實是這麼簡單的 你說看那些什麼 50天 100天線 我常覺得 過了都這樣看 是不是 有時候過了都這樣看 在一個共識 到那些位置 就有沽貨 所以才會有一個 叫做阻力位 這個情況出現 但是很猜的 真的不怕拿著它 有時候放了它 你賣不回來 最怕是這個情況 另外 另一個 就是 投資組合 其實我不太明白 116 就是中港核電力 為什麼你持倉成 五成那麼多 不知道有什麼 特別的因素 但是我會覺得 比如五號仔 你賺到六十二這些 你賺到你的目標 是兩成半 是可以的 另外 招商局 又是 賺到兩成半 好像比較多 不過如果你假設 你資金 是比較多 例如說 50萬左右 你不可能 有五六隻股份 都會比較好一點 現在 我當你說 資金可能有二十萬左右 我覺得 一百六 如果這樣算的話 你當作一隻炒 看的話 可以的 但是這個組合 波動性會變得很大 這個你自己 可能要注意 另外 白銀山 這隻是 炒股 它的股價是很波動 為什麼呢 筆水也持股 持股 持股的量 其實不小 都可以說 好投筆水的因素 影響 這就是受資金為的影響 公司基本面 我對印象認識 真的不是太多 來來去去 就是講 黃老吉的炒 還有好像 它有什麼狀藥 還是什麼鬼的藥 好像 業績增長 都算是OK 但是 沒有太大意見 不過這次 先記住 短炒 另外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關於 郭Sir 體事如何 我照樣回答 其實每個人 體事的方式 都不同 還有自己的一套 很難說 哪一個人 看得特別差 其他人 你見到他 可能定了一些目標價 指示位 但是定了那麼遠 你問他 對還是錯 沒有的 最重要是大家 受還是不受 以及大家覺得 他是否可以 其實這件事 反而最重要 有時候 很多人可能很厲害 但問題是 他未必會 趴陀路面 出人說 好像 阿黃那些 其實我也很欣賞 他自己的角圖 甚至乎 你說沈sir 沈振瑩 沒錯 可能他有機會 真的會 觸錯市 但問題是 至少他有些堅持 他看錯又如何 有時候 最重要是 你那種錯的背後 理念 究竟是不合理 我 其實他那些事 我覺得是不合理 但只不過 可能是 沒有發生 這件事 因為任何的投資 我主要想 其實是講假設 為什麼大行 速度研究報告 他就在一系列的情況下 有些假設 反而我為例 我覺得看了騰訊的原因 最主要是 因為我假設騰訊 往外的時間 在其他業務的發展 會很厲害 那我就有這個前設的因素 所以其實你沒有說 哪個特別對 哪個特別錯 最主要就是 出來的結果 甚至乎大家覺得 是合不合理 這樣 對了 不說那麼多了 因為今天都講了很長 還有要趕著出去做節目 都要準備頂之之旅 對了 所以就明天再見 還有看看明天的時間 看看騰訊或港股 有沒有機會做得比較好一點 明天再見 拜拜